但是警備車怎麼會出現這樣的狀況呢 台北市政府警察局這七人座的警備車 出產不到六年的車子出行到半路居然拋錨 車上三名員警只好下來推車 而被民眾看到這些Aster們 看起來臉色非常的尷尬 七人座的鄉行車 後面三個壯漢奮力推車 仔細看這三個推車的 竟然都是咱們的人民保姆 長官 你看是怎麼了 為什麼 為什麼 誰要在哪裡 遠景推的車還是抓歹徒出行物的警備車 怎麼會拋錨阿森們臉上三條線 這是什麼問題 什麼問題 長官 我們等一下下去哪裡 這台鄉行警備車是一般派出所設置的 或者是在特定地區當作機動派出所 或是前進指揮所用 有效靈活調度勤務 可以乘坐七人 只是這輛2004年出產的警備車 出行半路突然故障 Aster們個個尷尬又無奈 趕緊打電話叫拖掉車前來出力 只是這樣出行半路突然拋錨 這樣頻頻故障的警備車 官兵們要怎麼捉強到 中生新聞台北最好報導